Roll V-Way 結束了快要一個星期了 這個星期大家是不是覺得空氣比較新鮮 早上起來也比較有精神呢 至少我是有這樣的感覺 Roll V-Way 在美國橫行了超過50年 美國透過了這個法律 殺死了6000萬個美國人 政府使用法律殺死6000萬人 並不是第一次 德國納粹屠殺了1700萬人 斯達林屠殺了2300萬的蘇聯人 中國的毛澤東屠殺了7300萬的中國人 這些人包括餓死的 打死 人體實驗 各方面的 美國政府這50年屠殺了6300萬的美國人 一個接著一個 有系統的為了政治利益跟金錢 一個一個的殺死 只因為當時有9個變態的大法官 找到了一個方式可以扭曲憲法 或是使用什麼方法 找到了憲法上面不存在的那些行字 就只因為這個樣子 美國就全國合法了這個大屠殺計劃 而且把這個變態的思想傳播到了全世界 這6300萬人 如果今天存在的話 我們現在不知道美國會變成什麼樣子 會不會裡面有找到治療癌症的人 會不會裡面有很棒的領導 思想家 哲學家 科學家 生物學家 在那6300萬的屍體裡面 基本上可以保證絕對會有 美國在這50年內殺死了多少的創意人士 藝術家 創業家 就這個樣子 還沒有辦法活出自己人生之前就已經被分屍了 放在垃圾袋裡面 丟到沒有人會在意的亂葬崗 他們沒有辦法為自己辯護 沒有辦法為自己發聲 他們就這樣子永遠消失了 這個答案我們永遠不會知道 因為 Roe v. Wade 屠殺了他們 奪取了他們的生命 他們的權利 他們的潛能 直到前幾天 美國聯邦停止了這個國家殺人機器 感謝耶穌 還有一直為推翻這個變態的機器 50年的民運人士 歷史有一天會回顧 6月24號2022這一天 這是美國建國以來最偉大的一天 未來的人會回頭看這一天 沒有錯 各位剛剛才經過了一個歷史性的一刻 看的方式就像會看到我們解放黑奴一樣 看我們在二戰打敗希特勒的納粹 解放了納粹集中營一樣 我們的孩子會這樣看著一天 我是Edan 歡迎收看今天的AI News 這個世界上有很多灰色地帶 常常有很多時候 東西是分不清楚對錯的 生命好像是充滿妥協的 好人好像沒有那麼好 壞人好像也沒那麼壞 但是推翻Roe v. Wade 終結聯邦墮胎的判決不是 這個決定 這個判決 是正義跟邪惡有非常明確的對比 甚至可以說 沒有比這個再更鮮明的了 其中有一方 勵志要保護小孩不被屠殺 他們不斷的奮鬥 為了那些小孩 而且只為了那些小孩 我們這些支持生命的人 贏得這個判決不會得到任何利益 不會得到任何好處 一切只是為了那些小孩的生命 我們是為了那些沒辦法抵抗的人而抵抗 這個是左派最難了解的 因為左派做事情永遠都是為了利益 為了金錢 他們不會為了任何對自己 沒有直接的利益的事務而戰 他們如果無法直接得到利益的話 他們就不會有任何動作 他們完全不懂我們在幹嘛 這就是為什麼他們會想一堆陰謀論 這些保守派就是想要控制女人的身體 他們想要重新把父權什麼什麼的 放在社會裡面 這些保守派一定有什麼陰謀在運行 但是我來這裡直接說 沒有 我們只是認真的認為不可以殺小孩 不可以殺嬰兒 另一方 為了殺小孩而奮鬥 要為了自己而屠殺嬰兒的一個人 歷史會嘲笑你貶低你 讓你無地自容 因為你就是應該被這個樣子看待 左派現在可能在街上發瘋 可能在街上遊行 燒這個燒那個打砸牆 隨便他們 讓那些左派的神經病毀壞他們自己所在的大城市 就算他們毀掉美國的經濟 我還是感謝耶穌 還有感謝那些一直為嬰兒的生命而奮鬥的人 而且我們成功的做到了正義的事情 我們推翻了邪惡的大屠殺 左派他們想要重新點火 讓美國可以跟2020的BLM當時一樣 再燒一次 但是這次有點不太可能 因為沒有足夠的人對於殺嬰兒這麼執著 他們嘴巴上說是為了女人自由 但是他們根本就不知道女人是什麼 所以我真的不太擔心 現在左派就是在呼籲人上街 暴動為了可以殺小孩而發瘋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國會議員 Nancy Pelosi 說了些什麼 這個判決一出來她馬上就上新聞 在所有記者前面痛哭說 哎呀糟糕啊 現在不能殺小孩了該怎麼辦啊 沒有問題在說好早晨 因為它確實是不是一件事 這早上 這個法國的法國的法國 是反映的美國的權利 和健康和健康 但公司會繼續努力 to overcome this extremism and protect the American people Today the Republican controlled Supreme Court has achieved their dark extreme goal of ripping away a woman's right to make their own reproductive health decisions Because of Donald Trump Mitch McConnell And the Republican Party Their super majority in the Supreme Court American women today have less freedom than their mothers 现在的女孩的权力 比他妈妈还要少 但是现在全美国的人 多了一个权力 就是出生 活下来的权力 因为这些左派推行的 升职权的必要条件 就是那个人要先出生 而且 升职自由 升职权力 也都还在 而且我是完全支持 升职权力的 百分之一百 我相信人应该要自由的繁殖 自己选择时间 地点 还有方式 没有人应该要被强制繁殖 好处就是 这是我们的基础 基准 我们都同意 左派右派 保守派自由派 基督徒非基督徒 美国有三亿多人 就是三亿多人都同意这个 没有人应该要被逼着繁殖的观点 但是我们需要不断的提醒左派的人的东西就是 当婴儿被堕胎的时候 这已经跟繁殖没有任何关系了 因为婴儿会在肚子里 就表示 繁殖这个阶段已经完成了 婴儿已经被制造出来了 如果婴儿还没有被制造出来的话 女人就不需要堕胎了 当受精卵形成的时候 繁殖就已经完成了 是一个独特的唯一的生命 有这个世界上唯一独特的DNA 就已经存在了 所以 生殖自由 不是在于要不要杀小孩 而是在于 你什么时候 在哪里 还有跟谁 的自由 就是 每个人都有生殖自由 有了小孩 就要有养育的责任 而养育的责任 就是从受精卵开始 生殖自由 就是性行为 这个你要 干嘛 随便干嘛 我们继续看下去 这个Nancy Pelosi 这个老太太 在记者会上面 基本上是在 错气 因为 未来会有更多的婴儿 会活下来 这个 我还蛮难理解的 特别是那些 老到不能再老的 这些女权主义人士 那种老奶奶的 年纪的女人 我见过的老奶奶 通常都超爱小孩的 看到婴儿都想冲过去抱 冲过去亲 设想一个老奶奶 会因为小孩 不再被杀而哭泣 真的是没办法理解 甚至没办法想象 but here it is 我们的国会议员 想到杀小孩 想到哭 接下来我们来看到 Nancy Pelosi指控共和党 好过分 好恶心 伤心病狂 因为 I don't know in the congress be aware of this the republicans are plotting a nationwide abortion ban they cannot be allowed to have a majority in the congress to do that but that's our goal and if you read and again we're all studying all this but if you read what is in the very clear one of the justices had his own statement it's about contraception in vitro fertilization family planning that is all what will spring from their decision that they made today 我第一次看的时候 以为是他的眼珠掉出来了 就像那个 绿野仙宗里面 那个巫婆碰到水 然后融化一样 真的 如果 有人有机会的话 泼一杯水在他身上 看这个恶心的女巫 会不会真的溶解 他在这边说的就是 黑人大法官 Clarence Thomas 上面写的那些东西 可能会禁止 避孕 什么 同性恋性爱之类的东西 如果说这些东西 都是大法官的方向的话 那如果说是 这些东西不符合宪法的话 那就重新审啊 另外 性行为是私下的事 避孕也是私人的事 如果这真的是什么 保守派大法官的方向的话 那就好好去调查嘛 但是 目前上面没有写任何 关于这些东西 只写到 屠杀婴儿的行为 联邦不再有权利来控制 还有 每个婴儿 每个美国人 都有活下去的权利 Rovie Way被推翻了 有什么好处 你有没有想过就是 女权人士 会跟保守派合作 你有没有想过 支持堕胎的这些女人 物化自己 以为自己在享受心爱 但是其实在催谈自己的人格 跟自己的人性的人 会主动要求 自己 心灵升华 成为一个 尊重自己身体的神的形象 很难想象对不对 Rovie Way被推翻之后 我们看到大部分的情况 是这个样子的 这是在德州达拉斯的画面 这大概就是呃其中一个Rovie Way的被推翻的坏处就是一群妖魔鬼怪 又胖又丑又不自知的在大街上肆无忌惮的做出这样子猥亵的行为 但是为了拯救婴儿的生命 就算有这样子的画面是值得的 在这里我们看到女人把她们的身体当作是一个武器 只是不知道这个武器能做到什么 或者是她们想要做什么 也不确定她们要达到什么东西 除了她们自己的人格 还有我的食欲 但是同样是女权人士 很多支持堕胎的人 选择了另外一个方向 与其跑到大街上 把自己当成一只母狗 在众人面前做出各式各样恶心的举动 这些女人决定要使用一个禁欲的抗争 她们说在推翻最高法院废除联邦堕胎权之前 她们要禁止随意的性爱 就是如果没有推翻的话 可能就永远不要随便和陌生的男人发生性行为 来惩罚那些没有支持堕胎权的男人 虽然我不知道那些男人做错了什么事 但是我还蛮确定那些男人应该很感谢 没有那些妖魔鬼怪在自己身边 以下是一个抖音的影片 一位杀婴儿的支持者叙述 要怎么样报复男人 来推翻最高法院的判决 首先想想这是一个多么前卫的想法 嘿如果我们不跟男人做爱的话 没有我是认真的 I'm serious 不要跟男人做爱 你光这一段你就可以知道 就是这个世界有多么的烂性 因为不能随便跟男人做爱 变成了一个你需要断句 而且加强语气的一段 她上面说拒绝跟鸡鸡发生性行为 对她来说性爱就是两个性器官动来动去 跟谁不重要 无名无姓 没有任何意义的行为 纽约时报采访了一些打算禁欲来抗争的女人 报道上面说 纽约支持堕胎的抗议者 星期六支持禁止性爱的抗争 当absinances 中文是节制 这个字在推特开始串流 因为最高法院决定推翻Roll v. Wade的判决 还有如果你是一个男人 就算可以重新打开输金管 但是也没有节眨 而且你没有跟我们一起上街 为了我的权利 我们的权利而战斗的话 你就没有资格跟我做爱 这句话是由一位24岁的 Brianna Campbell说的 报道上另外一名女性 在推特上面写道 美国女性们一起发誓吧 因为最高法院推翻的Roll v. Wade 我们不能再接受不必要的怀孕的风险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拒绝跟任何男人做爱 包括自己的丈夫 除非我们试着要怀孕 还有 我住纽约 最高法院让我超级生气的 我想找到一群人一起策划一场 禁止做爱的行动 这是我们的力量 一位女性愤怒的发言 女人的力量就在这里 禁止做爱到 堕胎成为联邦法律的那一天 还有人说 或许禁止做爱或者是节制行动 会让所有男人一起来支持 这一系列的女权议题 我必须在这边说 身为一个男人 你决定要禁止滥性 为了要重新尊重生命 不但不是一件坏事 反而是我们一直以来追求的价值观 这感觉就像 你上飞机的时候 他说先生你不好意思 我们帮你画错位了 所以说我们帮你升级到了头等舱 你坐下来之后 在呕吐袋里面还找到100块钱 这简直就是一个 喜上加喜 得胜又得胜 而且这还不是全部 在抖音上面 他们的计划更棒 这是来自insider的报道 上面说 有些女人说 他们拒绝 约炮的行为 如果他们没有堕胎的权利的话 因为他们听说 最高法院坚持要推翻Rovie Way 一位抖音的使用者叫做 Monkey Moe Lusk 的影片上面 单天就疯传了120几万次 上面写道 如果你是一个男人 你却不在乎Rovie Way 你要知道一点 如果堕胎被禁止了 约炮文化就彻底的被摧毁了 我们来看一下影片好了 上面写着 哪个女人会随便跟一个 低于标准的罪汉做爱 如果他们可能会成为 小孩的父亲的话 那个上面有成千上万的女人 同意而且负义 说他们也有同样的想法 而且说他们不会再去碰那些 又肮脏又恶心 又不负责任的男人 还有人说 我正在删除我手机上 所有的约炮神器 删除那些只想跟我做爱的渣男 另一个抖音的用户发影片 上面说 75%的男人只在乎性爱跟钱 我希望他们知道Rovie Way这个判决 绝对会摧毁约炮文化 而且会让他们负责18年的赡养费 男人们听好 这并不只是一个女人的议题 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 整个美国社会对于堕胎议题的 观点的转化 大家开始不再假装 堕胎只是一个控制生育的方式 在Rovie Way被推翻之前 每个人都假装说 这只是一个避免怀孕的方法 这只是一个避孕的模式 现在他们承认 这个并不是一个避孕的方式 而是一个生活的模式 因为一直以来 避孕的观点 一直都是要把性爱 跟性爱后的责任来分开 这是一直以来左派形容堕胎的方式 也是左派一直以来的目的 就是要把性爱当成是一个 无所谓 纯粹动词 没有任何意义的享乐活动 他们想要把性爱中所有的意义都去除 任何什么男女结合 真爱 结婚生子 家庭 责任 全部都剃掉 他们要的就是 结合 但是不用结合 合一 但是不用合一 承诺 但是不用承诺 最主要他们是要把生命 从性爱中挪去 问题就是 性爱的本质 就是爱 婚姻 家庭 责任 还有生命 就算是被左派掌控的好莱坞拍的电影 那个Nathalie Portman演的 No String Attached 中文叫做范范之交 或是Justin Timberlake的Friend with Benefit 中文叫做好友万万税 都可以告诉我们 没有人可以做到无脑 无目的 无嫉妒心的性爱 而且当那些女的 如果真的遇到那种 纯粹只要性不要爱 纯粹只是性行为 然后无脑 无目的 没有嫉妒心的男人的时候 他们就会觉得他们遇到了渣男 烂男人 只会用下半身思考 女人会把自己当成受害者 甚至有的时候会把那样子的男人 告到法庭上 因为当性爱变得没有意义的时候 只是纯粹身体上面的发泄 只会让人觉得更困惑 更难过 更孤单 更认为自己在受伤害 更认为自己被男人玩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认识的 约炮文化 但是就算这个约炮文化 没办法带给任何人快乐 让更多的人孤单 难过 不管怎么样 这个扭曲的文化 还是有一个最后的防线 叫做堕胎 堕胎成了人可以 拒绝面对自己的错误的决定 而且重来 重新 重生的一个机制 就算在这个机制里面 就是一堆孤单 难过 扭曲的一群人 但是 他们这群人觉得自己 很骄傲 很自由 他们以为人生 就是这样子漫无目的 然后完全没有意义 因为虽然身为人 但是 活得却跟动物一样 因为虽然身为人 但是活得却跟动物一样 甚至比动物还要差 因为动物还会生育 而且不会主动 这么想要杀死自己的小孩 这个机制现在被破坏了 性爱开始有责任了 有生命了 很多支持杀小孩这些人决定 我们就彻底的离开这个 不用负责的性爱机制吧 这个约炮文化吧 这就是一个生命的转折 这就是一个正确的方向 就算他们离开的意念 不是正确的 或许他们离开了约炮文化之后 就会发现 他们是有尊严的 他们不是一个性爱的机器 他们不是一堆 只为了做爱而生存的动物 或许他们会发现 尊重自己的身体 才会得到尊重 或许他们会发现 约炮文化本身就是一个极大错误 而且了解到性爱的本质的尊贵 神圣跟生命 一个可以跟另一半共同组织 而且同心协力 创造生活的家庭 或许他们可以发现到真爱是真的存在的 而且真爱是可贵的 婚姻是美妙的 家庭是和谐的 人生是可以美满 而且有目的性的 他们在爱里可以不用害怕 可以自由地做自己 可以接受自己的丈夫的爱 也可以把自己的爱给他们的丈夫 到了那个时候 当他们看到性爱创造出来的生命的时候 他们就不会把那个生命看成是 性爱的后果 而是一个祝福 一个神给的礼物 还有夫妻爱的结晶 透过接受自己跟自己的另一半 还有接受生命的礼物 他们就会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快乐 这一切都是在约炮文化里面找不到的 或许这就是推翻Rovie Wade 带给我们的第一个启示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Ethan 更多美国情报 请持续关注AI New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